哈嘍大家好,我是K了 那么今天我们回到来 口袋小怪X,PokemonX 然后这两个应该就是 训练机啊来的,上一集我们 在这两个人的面前不敢过去 然后现在我们就鼓起勇气 冲过去吧,来吧 想要对战到底的话,我们会奉陪到底的 OK,诶,你是谁啊 你为什么在跟我说话,你其实想要对战吗 要吗? 好吧,看起来这两个人也是一个 一个智障大姐跟一个 智障小妹妹,两个都是 有点智商有点问题的 女生 那么我们来用个花式飞行 给这个花叶提 然后Huno 来用这个魔法闪光 给幽灵气球吧 幽灵气球 哦,花式飞行 是两个一起打的嘞 哦,原来如此 花式飞行是可以同时 让对方的两只精灵都受到 伤害的一个攻击来的 哇,好棒啊 好强啊 隐之球 OK 没关系 再用一个花式飞行 Huno再用一个 魔法闪光 随便 Huno的这招魔法闪光 是之前我们上两集 打败那个马修 就是香蕉式的那个 道馆首领 马修之后得到的一个新的 技能机器,技能招数 非常的强 好啦 所以我们把他们两个打败了 然后这里是什么东西吗 这里有什么东西吗 哇,有好多 好多蘑菇 好多秋菇 哦,跑掉 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兴趣 我已经有这个蘑菇了 OK,蘑菇我已经有了 哦,这里可以冲浪耶,这里 这里可以冲去哪里呢 可以冲去哪里呢 哦 这里 哦,这里有个Item 这里有个漂亮的羽毛 漂亮的羽毛 是谁的羽毛呢 谁的漂亮的羽毛留在这里了呢 OK,有精灵 水下,哇,这个 连茂小童 哇,连茂小童 连茂小童 我印象中好像是那个 快乐合同的前一个进化吗 它名字叫快乐合同吗 我不很确定 我们来抓抓看它吧 来用个快速球 快速球就是我们的 大师球来的 Master Ball一样的存在 抓得到吗 哦,抓不到 哦,抓不到 看样子这个应该是很强的一只精灵 哇,它喷水 糟糕 看样子应该是很强的精灵 那么我们来用个 消化冲锋 应该不会打死它吧 它是水系的 它是水系的 OK,打不死它 很好 打不死它 那么 我们就 来丢个 呃,有什么球好用吗 呃,有什么球好用吗 呃,潜水球 试试看用这个潜水球 虽然它 虽然它 虽然它不是可以 它不是潜水的精灵 可是 潜水球应该也对它很有效果吧 OK,果然 抓到了 哇,这个潜水球很漂亮耶 很漂亮 好,它是什么属性 它是水系跟草系的 原来 OK,水系跟草系 呃,可是 因为我们已经有 bomba了 所以 我不打算把它 当成我的队员之一啦 虽然它 进化过后 是快乐和同 是很强的一只精灵 可是 我们有bomba了 没办法,bomba是更加强的 为什么它 为什么它 强迫我要打名字呢 我不能出去吗 现在 好啦,随便打一个名字吧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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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今年的年龄 我今年的年龄 OK 哦 全息邮件 又是谁 哦 又是那个 弗拉达里 这个猴子 根据法同博士的研究 Mega进化可以瞬间 释放所有精灵的隐藏力量 精灵会展现出 一般进化所无法实现的力量 从中 我们可以接近到什么呢 是不是所有的人类和精灵 都用了这样的潜力 或者只是隐藏在那些 被选中的那一部分罢了 这个弗拉达里博士 弗拉达里先生很喜欢 很喜欢 很喜欢 打电话给我 然后跟我说一些垃圾东西 你跟我说这些东西干嘛呢 这里有item吗 有精灵 哦 大狼犬 OK 各位 各位 我们 我们这集应该 不会用 不会用喷雾器的 因为我想要在这个地区 抓一只精灵 我想要在这个地区 抓一只精灵 所以我们不会用喷雾器 直到我抓到它为止 直到我抓到它为止 所以 为了要遇到它呢 我们不能用任何的喷雾器啊 所以各位 我们这集可能会一直遇到精灵 所以会可能会有点烦人 那么 哦 这有个小妹妹 又是你啊小妹妹 想见识一下妖精系的恐怖之处吗 那就来吧 妖精系怎么可能会恐怖呢 你在说什么话 妖精系这么可爱的东西 妖精系这么可爱的东西 是绝对不会恐怖的 好啦 这个是 电系跟妖精系的精灵啊 电系跟妖精系的话 我们交给我们的 谁好呢 交给Nip啊 用Nip的挖洞试试看 但是 如果啦 各位 如果你跟我说 哦 它 它回到去了 哈哈 它回走 回 回去了 没关系 那么我们来一个 十万福特 我们 陪你 陪你打 哦 我的攻击大幅降低了 没关系 再来一个十万福特 直接把它干掉了 我刚刚在说什么 OK 各位 我刚刚要说的是 如果你跟我说 我们的Nip 我们的雷秋 雷秋 是这只东东鼠的进化 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它们两个长得太像了 我的妈呀 这个雷秋 看起来就像是这个东东鼠的 东东鼠的 爸爸这样 你知道吗 所以感觉上它们就像是 感觉上它们就像是 感觉上它们就像是 就像是 呃 之间有存在关系的 就像 感觉上就像 呃 东东鼠进化过后会变成 雷秋的样子 哇 为什么还会睡觉的 OK 它恢复生命了 好吧 你慢慢睡吧 我们用个怪力直接把它干掉了 直接干掉它 哦 干不掉耶 好厉害呀 这个东东鼠 怪力也干不掉 那么没关系 我们来一个十万福特 应该直接把它干掉了 很好 很好 OK 必比Level 47 好 所以 我们要继续 继续去看有没有 会不会找到我们想要抓的那只精灵呢 叫做训道小兵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是什么啊 如果不知道是什么的话没关系 等我们抓到 等我们抓到各位就知道了 呃 这里是什么地方来的 哦 这里有个 又是一个女鬼 啊 你也听到那个声音了吧 所以你就过来了 嗯 我听到什么声音了 什么鬼都没有听到啊 你不要吓我啊 你 每次都被这个女鬼吓到 真的是 很喜欢让人吓人的 这个女鬼 哪个花式飞行 比比的花式飞行真的是太强了 比比的花式飞行真的是太强了 双暖细胞球 呃 随便把交给我们的fire guy试试看吧 交给我们的fire guy 然后来用个 噴射火焰 OK 直接把他秒 秒掉了 很好 好 fire guy fire guy level 49了 fire guy就快50 level了 我的妈妈 OK 护罗也终于level 45了 护罗level 45想要学习封印啊 封印不是烂招来的吗 我觉得封印是烂招啊 不需要学这种烂招 护罗 忘记掉吧 我们的护罗 跟大家的 跟大家的 跟大家的进度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基本上我们的冰雪巨龙 fire guy nip bomba 都快我们的护罗 大概两三等左右 三 两等到四等左右 所以护罗 护罗 你真的要追上来啊 快点追上来啊 这里有什么东西啊 哇 我要抓的那只精灵 那只熏刀小兵真的很难找到耶 而且这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草虫 我也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 会出现在所有的草虫当中 我也不确定 这里有个防御增强 好 然后下面那里球我要怎么拿呢 我要怎么去下面那里啊 然后这里是为什么这里有个下去的地方啊 这里是去哪里啊 哦 荒废旅馆啊 这里是 哦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这个荒废旅馆这里 原来荒废旅馆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下来的一个地方来的 哦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那么这样子的话 你是训练家吗 虽然听说这里有很多 厉害的直排轮玩家 但是 看来我自己的直排轮技术还不够格呢 OK 有自知之明是好事 我们先不要下去先啦 我们看看这附近周围还有些什么东西 哦 这里直接可以 出去了 这里是 呃 风车的好处在于被 能被风所吹动 必要时对人类或精灵也能进行 真好 嗯 我听说如果加入闪烟队的话 未来就 就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和吃不完的棒棒糖啦 这个人想要加入闪烟队吗 继续前进吧 年轻的冒险者 你想要加入闪烟队吗 你这个猴子 诶 这个人也是长到很像猴子一下 你看他的 看他的胡须那些 真的好像猴子啊 所以 所以说闪烟队 收的全部都是猴子来的吗 哇 这里在下着雪 What 我们到了雪风阵了 雪风阵 这里在下 下着小雪 下着大雪 哦 那么我们先暂时不要去这个雪风阵先吧 我们先探索完这个 这个15号道路先 然后这里下面又是什么东西呢 哦 这里下面是16号道路 就是连接蜜阿雷斯 蜜阿雷斯的这个16号道路 OK 原来就这样子 从15号道路可以直接过来16号道路的 然后这里要用怪力推下去先 来推下去 OK 这里有什么吗 这是什么 天空训练家进行空中对战 呃 暂时不能啊 不好意思啊 哈哈 我做不到 因为我只有一只B比罢了 我只有一只B比 我不可能跟你进行空中对战 你会 你会把我秒死啊 这样的话 诶 在哪里啊 在哪里 哦 在这里 元气块 OK 这里有个元气块 然后这里下面也是有一个楼梯可以下去的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通往那个 通往那个 荒 荒废旅馆的地方吧 这是什么鬼啊 南瓜精 南瓜精 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耶 来抓抓看吧 用个快速球 抓得到吗 南瓜精 看起来抓到了 耶 嘿嘿嘿 抓到了 南瓜精 就这样抓到一个南瓜精 今晚可以吃南瓜了 幽灵系跟草系的 嗯 幽灵系跟草系其实是蛮不错的 蛮不错的 搭配了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啦 OK 个人觉得蛮不错 可是 暂时还是对他没有什么兴趣 因为我自己心里已经有人选了 OK 这里又是荒废旅馆 另外一个路口 哇 这个顽皮蛋 我对你也是没有兴趣啊 不好意思 顽皮蛋 然后这个顽皮蛋 没有性别啦 原来他 他没有性别的 呃 等等 我们先不要 先不要探索这个荒废旅馆先 我们先看一下16号道路 之后我们再来慢慢探索这个荒废旅馆吧 呃 这里 这是什么 为什么你跑这么快 你是训练家吗 哦 有两个人耶 有两个人在这里 好吧 来吧 战斗吧 优雅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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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非常优雅的一只猫 来用个花式飞行 好 直接干掉他 one hit KO 首席天呢 哦 首席天呢 就是我们呢 我们在Pokemon Black Q 口袋牙怪 黑二 所抓的那一只 flyer 就是你啦 哇 为什么你这么难看啊 为什么你 你飞起来的样子是这么搞笑的吗 我们在 我们在 口袋牙怪 黑二的时候 我们没有看过他飞起来的样子耶 我们看到的都是他 他 站在地面上的样子 没有 没有发现到原来 原来他飞起来的样子是这么搞笑的 哇 这个人 跑得好快啊 我们在这里等他吧 来吧 这只 这个人就有一只精灵罢了 雷电兽 哇 雷电兽 雷电兽 很强的精灵 我们来 交给我们的 谁好呢 交给我们的 冰雪巨龙吧 轮到你出场了 冰雪巨龙 不要说 不要说我没有给你机会出场 现在就让你出场了 我们的冰雪巨龙真的是非常的硬啊 你看他的 他的HP就有194了 非常的硬 来用个轮唱 轮唱 轮唱 OK 剩下10命 再来做一次轮唱吧 好 非常多经验值 OK 那么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吗 我要抓的那只精灵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抓到呢 为什么你这个人又 为什么这个人站在上面 他又是要进行空中对战的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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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整天有这种人从地面上跳出来的 哦 这个是那个 这只是那个龙虾小兵的进化耶 龙虾小兵的进化 龙虾小兵的进化 嗯 我们来交给我们的 他是二系跟水系的吧 二系跟水系的换叻 交给我们的 交给 交给Nip吧 我们的精灵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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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 没有一只精灵是对二系有效果的 可是我们有对水系有效果的 就是 Nip 啦 来 用个十万福特 好 直接 one hit ko Nip 也level 48 啦 穿上王 交给我们的bomb吧 穿上王 应该是地面系的吧 地面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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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用个冲浪 应该直接把他干掉了 应该 好 非常好 bomb吧也level 49啦 bb level 48啦 大家都好高 呼喉 呼喉真的要快点追上来啦 呼喉真的太慢了 我们进去那个草丛 看看里面有什么精灵吧 蓝瓜精 嗯 我到现在都没有要 没有找到我 没有找到我要的那只精灵 因为我有上网找过 我要的那只精灵呢 就会在这个地区的 在16号道路跟15号道路之间 会可以抓得到我要的那只精灵 可是 我这样子 遇到了这么多精灵 还是遇不到他 还是遇不到我要的那只 哇 为什么这么多精灵 挤在这个地方呢 为什么这么多 南瓜精呢 我每走一步 就一只南瓜精 跑出来 有没有过分一点 这些南瓜精 你们是怕我不够南瓜吃吗 又来多一个 哎呦 好多人藏起来 为什么你们全部藏起来 为什么你们全部藏起来 这个是 年美伊尔 龙系精灵 龙系的话呢 要交给我们的 再给我们的冰雪巨龙吧 冰雪巨龙冰系 对他来说 应该是非常有效啦 奇雨 为什么你要奇雨呢 你明明是一只龙系的精灵 可是为什么你要奇雨 没关系 来一个轮唱 我们的速度竟然比他还快 好棒啊 好 冰雪巨龙也49 level 好的那么 这里有个大蘑菇 哇 这个是15号 15号道路跟16号道路好大啊 好多东西要 好多东西要探险啊 哇 什么来的 没有东西 太大了 这15号道路跟16号道路 而且还加上那个荒废旅馆 荒废旅馆 看起来这地方真的很多东西要走啊 为什么全部南瓜精啊 什么问题啊 为什么这么多南瓜精啊 好啦各位 为了时间上的关系 我觉得我还是要用一个 喷雾器啊 太多南瓜精了这里 我觉得 大家看到这些南瓜精 应该都会想打 打他们了真的是 好啦为了时间的关系 我们用个白银喷雾器啊 这里有什么吗 这里有一个精灵群 这里有个权益 权益 权益药 OK 我们 我们要抓的 为什么你藏这里面了 What the 这是鬼剑的藏这里面 你又是用南瓜精 你可以有创意一点吗 这里有几百只南瓜精 结果你又 你又用南瓜精 好吧 用个消化冲锋 直接干掉哈 直接干掉哈 哦 我们呢 我要抓的那只精灵呢 殉刀小兵 可是因为这里有太多种类的草虫了 这里至少有三种 三种种类的草虫 所以我不确定 我不确定 我不确定那个 为什么这里又有 就有这两个人了 你们是从 刚刚那边走路走过来的吗 你们是想怎样 又想要战斗吗 呵呵 为什么同样这两个人 又要跟我战斗多一次 好吧 好 我刚刚说到哪里了 就是 殉刀小兵呢 我不确定 它会在哪一种种类的 哪一种种类的 那个 哪一种种类的草虫里面出现 因为每一种种类的草虫呢 都会出现不同种类的精灵了 所以 看起来很难很困难 真的 哇 对方好多经验值啊 哦 好痛啊 可是对我没有效果 不好意思 啊 打败他们了 好高经验值啊 两千点经验值了 差不多 铺罗也直接 level 46了 好棒好棒 嗯 OK 我们把这个石头推前去 然后这里应该就是 可以回去灭阿雷斯了吧 这里有什么吗 这里可以用一个 聚合掌 呃 这里是什么 为什么这里有的冲浪的 这里冲浪可以冲去哪里啊 前面 左边这里就有石头了 所以我们是 我们冲浪是不能往左边去的 我们冲浪可以往右边 右边要等到我们有 拿到那个技能机器 攀布 攀布之后我们就可以走上去 不知道上面有什么东西 下次再慢慢去探险吧 然后这里 又是大蘑菇 不是大蘑菇 这个宝贝菇 好多蘑菇啊 这里 真的是 这么多经验 可是都没有我想要抓的 殉刀小兵啊 好失望啊 你要战斗吗 小小孩 来吧 这道理服事我妈妈为我做的 嗯 你就好咯 你就好咯 要全人是火系的吗 来用个 用个小小兵风试试看 OK 对 他是火系的 他应该是火系跟妖精系的精灵吧 好吧 必别来为49了 先取是什么招 想先使用对方想要的技能 同时提高技能威力 哦 如果对方先出招的话会失败 好吧 我觉得这招应该不是一个很有用的招 因为我们的必比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们必比本身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能用到这个先取的几率并不高啊 并不高 OK 我们的fight guy level 50了 level 50了 我们的fight guy 交给互 交给互 出场吧 大嘴蛙是吗 哦 大嘴蛙是你啊 原来 哦 这样子不能交给互 大嘴蛙的话要交给fight guy 哈哈 要交给fight guy好一点 因为对方是妖精系跟铁系的 剪断 你剪断什么 你 你剪断什么 你不要乱乱剪啊 你不要跟我乱乱剪 好 干掉他了 嗯 那么这下面有什么东西吗 又有一只精灵 口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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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直接用个花式飞行干掉他了吧 应该可以拿到蛮高的经验值了 这个口袋花 OK 也没有很高吧 600多吧 好 这里是什么来的 垂吊小屋 里面是什么啊 两个 两个 这里住着两个钓鱼 钓鱼的人 钓鱼老在这里 这里这里 旅行的训练家哟 你看起来像是个寻 寻找水下精灵的垂钓爱好者 我这里正有一个备用的钓鱼 怎么样 好啊 送给我吧 高级钓鱼 高级钓鱼 谢谢你 得到高级钓鱼 去试试他吧 嗯 你呢 你又要给我什么东西 听说过连续钓鱼吗 但你成功的钓上一只精灵 就可以连续进行多次垂钓 而我都是连续钓鱼专家 他们都叫我 叫我爆钓王 爆钓王 我最好的印象是连续钓上7次 令人心印象深刻吧 如果您打打败我的记录的话 我会送你潜水球 好吧 这里居住这两个 两个非常热爱钓鱼的男人们 可是这里只有一张床啊 你们平时是在哪里睡觉的呢 你们两个是挤同一张床的吗 好吧 这样的话我不打扰你们了 我就先行一步了 不打扰你们了 这里又有 这里又是去哪里了 这个 这个又可以用怪力 这里是去哪里的 这里是 哦这里有个Item的 哪里 有个Item 诶 这里有个 这里有个神奇汤果 OK 差点就会miss掉这个了 那么这里有个 拳击石板 好 拳击石板 哦 又是一只口在花 我要抓的那只精灵真的到现在都还没出来啊 好吧 这样子的话没办法了 我看我们在这集里面应该是抓不到他了 如果抓不到的话 那么我们就下一集吧 下一集我们再来抓他 这里有Item 哪里啊 哦 这个是训练家来的原来 好吧 来吧来吧 鲜鱼王 鲜鱼王 不是鲜鱼王 这个是鲜鱼王 鲜鱼王 呃 交给谁好呢 交给Nip试试看吧 可是对方好像是地面系跟水系的精灵是吗 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也不是很确定 水之尾 哇好痛啊 十万福特 噢 对啊 没有效果 糟糕 我的Nip GG了 对啊 没有效果 对 因为对方他是地面系的 我 忽略掉了 没关系 我们的互动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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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用个精神干扰 好 直接把他干掉他 直接把他干掉 OK 那么 这里有Item 这里有个噴雾器 OK 然后这里又是一个训练家吧 来吧 战斗吧 我们打完这几个训练家 我们就结束掉这一集吧 至于我要抓的那个训导小兵呢 就留到下一集再慢慢去抓吧 因为没办法 没有办法 我找了这么久都还是找不到 看这样子训导小兵呢 真的是一只非常难遇的精灵 他很难遇就代表他很稀有 他很稀有呢 就代表 就代表他很强啦 所以 他是值得我们付出时间去 去寻找他的 OK 所以我们在下一集才会去慢慢寻找他啦 希望下一集我们可以成功抓到他啦 因为 这样子的话他就是我们的 下我们的另外一个成员啦 我们的另外一个成员 我们的另外一个成员 OK 训导小兵呢 是 二系跟铁系的一只精灵来的 二系跟铁系 我会想要抓他呢 是因为 二系跟铁系呢 在我的team里面是蛮需要的 我蛮需要一只二系的精灵啊 老实说 噢糟糕我的BB死掉了 我蛮需要一只二系的精灵 因为二系呢 对很多 二系对很多属性都蛮有效的 就比如说二系 对鬼系很有效 也对超能力系也很有效 所以呢 有二系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而且同时呢 训导小兵也也有铁系 铁系的话呢 他的 铁系的话他的弱点很少罢了 铁系的话弱点很少罢了 所以也就代表我们的训导小兵 他的弱点是非常的少 所以呢 这就是我想要抓他的原因了 我觉得他 绝对有资格可以成员 成为我们的队员之一啦 好 护罗level 47啦 耶 OK 护罗level 47 然后这上面又有什么吗 这上面有个潜水球 哇好多潜水球 这里没有东西了 这里不能冲浪 OK 好了那么各位 我觉得这集就暂时到这里结束啦 那么下一集呢 我们再去 再回来更多的Pokemon X 口袋妖怪X 然后我们下一集 就会 继续去寻找我的 训导小兵啦 那么这一集就暂时到这里结束啦 我们下一集再回来吧 那么各位再见啦 拜拜